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法國著名的預言家諾查·丹瑪斯 在他的預言詩集《諸世紀》中 曾經準確地預言了人類歷史上的很多大事件 比如世界大戰的爆發、希特勒的上台 911的恐怖襲擊等等 其實 彭斯的名字也在預言中出現過 諾查·丹瑪斯還準確地預測了彭斯會背叛川普 並且預言了彭斯的結局 可能會有一些人不相信 這怎麼可能呢? 下面 我們先來看一下諾查·丹瑪斯的英文版是怎麼說的 在《諸世紀》第9卷第47首詩中 有這樣一句話 The Undersigned to an infamous deliverance and having contrary advice from the multitude Monarch changes putting danger over thought Shut up in a cage they will see each other face to face 關鍵在第三句話 理解起來非常困難 原來 諸世紀在1961年被Edgar Leone翻譯成英文時 不確定pence這個詞 就寫成了over thought 不過 他在注釋中 還說了一句 有可能是pence 那麼 Monarch changes put in danger pence是什麼意思呢? 在英文和法語中 pence都有錢的意思 那麼 這句話的自明意思就成了 國王被取代 處於危險之中 錢 乍一聽 還是解釋不通 但是 如果pence在這裡並不是指錢 而是指一個人 就是美國的副總統 那麼一切就豁然開朗了 全句的意思就是 國王被取代 pence把一切置於危險之中 或者是理解成 彭斯自己身處危險之中 預言 往往在事情發生前 人們很難解讀出來 只有事情發生了 我們才恍然大悟 子定在解密時分的節目中 詳細地按照法文 根據現代的政治術語翻譯成了中文 對諾查丹瑪斯的預言進行了這樣的解讀 法語的預言是這樣寫的 在第一句中 Le Seuss原意是指國王身邊的顧問團 諾查丹瑪斯生活的時代 是沒有現在的政治制度的 沒有眾議院 也沒有民選總統 所以 諾查丹瑪斯就用當時最接近的詞語 來描繪他遇見到的事情 這裡用來指代 現代的議會 那麼 議會到底簽署了一項什麼不光彩的議案呢? 我們知道 1月6日 美國議會投票確認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彭斯不顧存在的爭議 確認獲得了足夠的選舉人票 而劇中的Deliverance翻譯成中文 是指完成了一項事情 其實 諾查丹瑪斯的原文恰到好處 因為國會為選舉人團投票本身並不是議案 只是去確認 再看第二句 他們違背了多數人的觀點 我們看到 1月6日 在整個華盛頓DC 有數十萬的民眾聚集 呼籲制止竊選 但是 作為民選的國會議員 不顧民眾的呼聲 不經過調查 就對選舉人團結果進行認證 第三句話 國王被取代了 而彭斯把一切置於危險之中 在諾查丹瑪斯的時代 沒有總統 只有國王 所以 國王在這首詩中指的就是美國總統 說的正是1月6日發生的事情 2020年的大選空前的複雜 12月14日 在各州選舉人團投票的時候 7個爭議州出現了兩套選舉人票 州政府認證的選舉人把票給了拜登 而由共和黨議員推出的選舉人把票投給了川普 彭斯是美國的副總統 也是參議院的主席 彭斯被認為有權利去選擇 哪一套選舉人票讓參議院去投票 川普總統曾發聲明說 根據美國憲法 我們的副總統有幾種選擇 他可以取消對選舉結果的認證 或者把其發回所在州進行更正和認證 他還可以取消對非法和腐敗選舉結果的認證 然後再將其發送給眾議院 以一州一票進行表決 川普總統多次公開向彭斯喊話 甚至在1月4日的喬州集會上 川普呼籲彭斯挺身而出 1月6日成為了彭斯的大考 然而在1月6日上午 彭斯卻突然發出聲明 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對選舉人票作出決定 並說自己的角色只不過是儀式性的 而實際上 彭斯並沒有扮演儀式性的角色 他主持聯席會議 不但不許提問題 甚至把質疑的共和黨籍議員趕到國會走廊裡 然後關起門來一錘定音 宣布拜登獲得了306張選舉人票 確認拜登當選 後來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由於彭斯的決定讓美國推向了深淵 川普被彈劾 而諾查丹瑪斯的這句話 首先預言了總統會進行變更 而彭斯則是把一切置於危險之中 這首預言師的第四句話 他們會被關在籠子裡 臉對著臉 應該是這個歷史故事的結局 最後 我們再連貫起來 讀一遍諾查丹瑪斯的這首預言 議會簽署了一項不光彩的議案 他們違背了多數人的觀點 國王被取代 彭斯把一切置於危險之中 他們會被臉對著臉關在籠子裡 彭斯的選擇也註定了他自己的結局 在歷史上 彭斯這個名字 恐怕將永遠和叛徒捆綁在了一起 2月14日 美國媒體《網關專家》報導 納瓦羅和數以千萬計的川普選民一樣 認為麥克·彭斯將被載入史冊 納瓦羅是美國經濟學家 川普總統助理 他在做客班農的作戰室節目中說 我認為 麥克·彭斯對川普的所作所為 將會被載入史冊 成為最大的背叛之一 因為很明顯 副總統在國會山的任務 是查清所有選舉中的違規行為的真相 但是 彭斯拒絕這麼做 騷亂最後發生了 納瓦羅還說 如果沒有這場騷亂 1月6日將會是共和黨歷史上的一個最偉大的日子 然而 彭斯背叛了川普 不僅如此 在民主黨的第二次彈劾案中 彭斯的角色也令人懷疑 2月13日 有媒體披露 彭斯的幕僚長馬克·肖特 向眾議院彈劾經理 提供了有關1月6日 彭斯受到威脅的信息 彈劾經理以此作為證據 控告川普總統 雖然肖特不等於彭斯 但是 我們從最新的報道中看出 肖特和彭斯的關係仍然非同一般 2月18日 肖特告訴福克斯新聞 自從1月20日以來 川普和彭斯進行了多次對話 甚至包括本週 他們都進行了對話 這樣看來 肖特和彭斯之間 依然保持著以前的關係 彭斯和川普的通話 肖特知道 同樣 肖特給彈劾經理透露的消息 自然也要徵得彭斯的認可 那麼 彭斯為什麼要在彈劾案中 給川普落井下石呢? 道理很簡單 彭斯是沼澤的一部分 他和那些共和黨建制派一樣 不希望川普連任 但是 彭斯依然有野心 想隨時取代川普 大家知道 最新民調顯示 川普的支持率為53% 而彭斯的支持率只有12% 所以 彭斯一方面按地理踩川普 但表面上還要利用川普抬高自己 誰來執行?幕僚長肖特就是最佳人選 當被問及川普和彭斯的關係時 肖特說 儘管他們之間存在著分歧 但現實是 他們在離開之前 已經進行了多次的對話 總統感謝副總統的服務 並告訴他做得很好 從那以後 甚至包括本週 他們都進行了對話 肖特的言外之意是 彭斯得到了川普的認可 不過 肖特和他的主子彭斯一樣 最後還沒有忘了再黑川普一下 他說 相信共和黨可以團結起來 儘管最近幾週 包括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麥康奈爾在內的一些最高立法者譴責了川普 林伍德律師說得好 彭斯是個叛徒 並說應該第一個被判死刑 作為專長做誹謗案件的頂級大律師 林伍德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是不會亂說的 儘管他的言論看起來有些離奇 但是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所發生的事情 一個一個都變成了現實 林伍德說 彭斯去過愛波斯坦的藍童小島 而且還有沙童的嘴型 有視頻為依據 俗話說 蒼蠅布丁無份的蛋 彭斯在去年10月副總統辯論會上 一隻蒼蠅停在了彭斯的白頭髮上 非常醒目 現在 人們發現 隱藏最深的 道貌黯然的彭斯 其實是黑暗沼澤的一個區 彭斯的畫皮已經被剝下 不管他的形象如何正面 演講如何勵志 也不管他是否想借川普的人氣 去競選2024總統的野心 但是 他在1月6日的選擇 已經決定了他自己的未來 2021年將會有很多大事發生 彭斯什麼時候被關進了籠子 我們盡心等待 同時 很多預言也預測了川普的回歸 讓我們保持那份正信 等待川普的回歸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